Hello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A组的晋级形势已经很明朗了 XYG和涛博都拿到了卡卫赛的名额 涛博在A组的统治力非常强 此前一场比赛都没输过 在面对DYG的时候 他们依旧展现出了良好的状态 轻轻松松临风了DYG 湘君在赛后又和以前一样装起来了 宁凯表示涛博是A组的王 湘君就表示A组还好吧 他们希望能成为S组的王 除此之外,湘君也表示自己的指挥挺帅的 还是保持了一如既往的采访风格 在采访的最后,湘君也放了一句狠话 S组见吧 看来对于卡卫赛已经充满信心了 涛博本赛季第一阶段在S组 虽然说现在掉入了A组 但在A组完全就是大魔王级别 打A组的队伍真的是游刃犹豫 从这里也能看出 S组的队伍和A组是有一定差距的 涛博在S组的时候举步维艰 到了A组之后就像是降维打击一样 无论是选手的个人实力 还是整个队伍的思路都要超出其他队伍 除了XYG之外 其他A组队伍甚至没能从涛博手中拿下一小分 确实保持了S组的姿态 涛博在卡卫赛的对手 大带率是MPG了 以目前的状态来说 涛博重回S组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自信的湘君呢